接下来的气象资讯 未来几天的天气又是如何 我们请记者蒋邦彦来告诉大家 根据中央气象局资料显示 未来一周由于太平洋高压增强 各地大多为情道多云热力四射的天气 高温普遍在30度以上 仅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震雨 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震雨的发生 这周的天气基本上就是一个 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 所以整周从10号到17号 基本上都是高温严热的情形 花莲局部地方还是会有一些 午后雷震雨或是局部雨的情形 所以整周的天气大概就是 在花莲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高温严热的一个情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周的温度 大概温度大概都在30度以上 然后体感温度会更高 所以你进中午的时候 出去外面的时候 你可能还是要注意防晒 如果你在户外活动的时候 可能要多补充水分 然后低温大概也蛮高的 大概在24度25度一个情形 所以基本上这一周 天气相对来说 天气是一个稳定 温暖高温的一个情形 气象局提醒民众 接下来几天天气炎热 有如夏天 民众出门要做好防晒 补充水分避免中暑 留意室内室外进出 温差变化而使身体不适 而东半部地区要留意局部雨的发生 可惜带雨具 最后洋也能挡雨 接着讲帮演华林师报导 接着讲帮演参之后 感谢观看